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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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今天是2月19日 市市又跌到9 板塊方面只剩下這些東西會升 又很奇怪的 是芷品、農業、其他 綜合企業、中標、煤炭等升 其他都是普遍見到有下跌 這個字字是11點鐘為止 這個跌其實有沒有要預期 其實有部分有 有部分沒有 因為之前都夾了上去之後 如果大家有記得 我看前幾天在那裡說 你要買恆生指數等東西 可能需要落到302 302百左右 今天就到了 最多還要去三萬點左右 我都估計 應該跌到302 應該有些支持 是不是這樣呢 不知道 看看今天 看看下個星期一 大家可以知道 中國方面 開始慢慢 那些人會感覺到 阿爺不是那麼放水 給大家去炒東西 那你想想想 你可以知道的 你想想 有一個叫做易剛 他講什麼呢 他講以前 他在這裡寫一個文章 寫一個研究報告 炒得太多不行的 那跟著呢 有一個叫做郭樹清 是這個銀保監 那樣東西 他還加上銀行的黨委 那他以前的事情 做證監的事情 總是一天一身證 告訴你 那些人不要炒 因為他覺得厲害的 搞到他 那些人就告他 撞 移了他去山東那邊 但是 不要炒那麼多 是中國 共產黨 這個必然的黨性 這叫擾亂金融 你怎麼可以呢 那你需要做的 就是 怎麼做呢 就是 這個是 扶持實體經濟 那這樣 就可以了 那你扶持實體經濟 阿爺一定幫你的 包括了阿爺 你要付錢 下去搞這個芯片 那你扶持實體經濟 這個是扶貧 脫貧 那些扶持實體經濟 那如果你不是這樣扶持實體經濟 就是炒炒炒炒的 阿爺遲早就幫你的 所以為什麼你只看一件事 防住不炒 其實這四個字 就是貫徹了所有中國的金融政策 你以為可以好像 在美國的GameStop那樣 讓你炒來炒去 又買相又夾 來來來去還搞過 調查等等 不知道調查什麼鬼 你美國的金融制度 就是被人家沽空 被人家買相 是這樣滾來滾去的 那你調查什麼呢 如果你真的要調查的話 你以後是不是不讓美國的股票沽空呢 若然你不讓美國的股票沽空的話 可以 很簡單 那我可以告訴大家 美國股票就這樣倒了 因為你不能夾上夾下 不製造泡沫 是不行的 那製造泡沫期間 當然牽涉到財富轉移 看看有哪些是醒目的 又滾了不醒目的人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股市去到某個階段 是一個賭場來的 是賭場來的 去到某個階段 當你起先之後 正當的集資 正當的發展 這個就刺激到實體經濟 你好像現在這樣 你一上市 你可以有些東西升得幾倍的話 那些 你說我不是賭 是賭什麼 所以我不會回答那些 古要的問題 那些 因為怎樣 我怎樣知道下埔開大勢 是不是 講的始終 都鼓勵了人家太多的賭 那些有膽的 我一早已經講 有膽的 你就拿著它 撐下去 就是賺死膽大的 這叫撐死膽大的 就是嚇死膽小的 我是膽小的人 所以我經常會介紹一些 那些 升少少 也不會升得太多 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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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的東西 不過挺好 昨天說中電訊 很多人都認為 你又介紹一些電訊 南燈龍 南燈龍 南燈龍? 今天又升了 為什麼? 真是5G來的 去年的時候為什麼不能來呢? 美國人打他一棍 那就不能來 美國人不打一棍的時之中 你看到 現在中國人就是 你打我 你打不死我 我就來 是不是? 所以這一點 你會看到這件事 那 凡是要賭得太多的東西 要記一記 阿爺一定制你 因為 整體來說 阿爺要看著14億人 這些14億人 你估不到 股民有多少呢? 10億 好像是10億 好像是10億 有些人 有些沒理由 90歲那些還去炒 90歲那些又盲又龍又啞 是不是? 又是深山野嶺 如果那些都可以炒到的話 就會有問題 真是真是 我都服了 當然 這個報告 是不是股民10億 我不知道 有個這樣說法 不知道是否看錯 年紀老大 就是這樣 好了 看回這個板牌之後 先看恆生指數 恆生指數 我都說了 你建這個周線圖上面 你先突上去那裡 你突不上去 你就不行了 突一突了 就倒下來 必然 同樣這個也是 這個日線圖上面 去到這裡突了 倒下來 這個我以前都說 大家去看 保力加通道 需要留意這種走勢 是去到這裡 去到 去到 再上去的話 分分鐘 這裡就會見頂 你記住這件事的話 很靈驚 有朋友問 港華燃氣 這兩天都有些資金流出 港華燃氣 去到現在 拉豬嘴 因為知道拉豬嘴 就是會代變格局 如果代變格局的話 我就會覺得 他拉了這麼多豬嘴 還有這裡有個低位 有些事情 四里幾色 不算很吸引 不過六倍的市盈率 OK 在這點裡面說 在低位之後 就嘗試保力加通道的中軸 自然 就應該會想 上這些位 上到這些位 或者上到這些位 所以 如果在這裏 可以去考慮 現價級 如果有貨的朋友 現在 不要走著 拿著它 這個就是日線圖 方面 放大一點 兩個月 也有朋友問 中廣核抗業 這些小型的股票 很少人看股票 我按個圖出來 就嚇死你了 又是拉豬嘴 拉完豬嘴之後 拿回來之後 凸穿了 保力加通道的中軸 再升穿一下 這樣就來了 就升了 去到這裏之後 死火了 它跌下來 保力加通道的上軸 那不一樣 就在於 它要在這裏之後 再跟著 再凸穿 再凸穿 這樣就可以再勁抽了 不過勁抽完了之後 差不多了 我又覺得 便利都收工了 不是的話 你也要看看 看看日線圖 20 30倍 使用29倍 你多懂 不可以長詞 是吧 好了 日線圖上面 你看到 一到這裏 試回來中軸 踏上去 再試中軸 上回去 這些 就屬於上升格 跟港股那裏有一點點不同的 好了 在這裏 踏下來 踏下來怎樣 你走不走 看樣子 你應該要走 不走的話 那怎麼辦 不走就可能會下回這裏 再下跌 這就是 兩個月的 這裏 也有人問 有個天保集團 哇 這些朋友真正 找些股票 不會你起這個心機 或者是電視台上面 問股的人會問得到 他會問得到 所以這些朋友 你看完圖之後 你會知道 真是有料的 真是 這樣的一個圖 是不是 這樣的 你說 握頸就命 握得多漂亮 握完之後 擴展 經常記住 凡是握頸那些 要不就跌下來 要不就握上去 這裏這樣 握頸就跌下來 不是跌很多 不是跌很多 那你要留心 跟著下方 它不跌得很多 股票是這樣 不跌就升 不升就打橫行 只有三個形態 你不要跟我說 頭肩底 頭肩頂 不要說什麼事 頭肩頂就跌 頭肩底就升 是不是 你看 頭肩頂線那些就打橫行 而一般來說 股市爆升的 是有三分之一時間 爆落的 有三分之一時間 其他的時間 就是打橫行的 這隻 你看到有一樣東西 息率不高的 PE14 這樣 周線圖 它從這裡一爆上去之後 它說 上不到 打橫行 碰到中族 不碰到中族 是很強勢的 再上 又不到 又去到這裡 你會心灰意冷 會不會再下來 它不碰中族 不碰中族 就不要走 又再上去 又再來 又再上 又再來 來得幾來之後 你應該要 一而再再而三 三而揭 你要經常 用老祖宗這些說話 一而再再而三 三而揭 是不是 一而再 再而三 三而這個 這個就揭 怎樣揭 我會看到 還不是三頂 可能是三頂 來的 是不是 三頂的話 你會怎樣做 今天就下回來 如果有課 我就會覺得 要出錯它 沒有課 就不要這麼快想著 隔壁都在那裡 又有一個 叫做海浦稅 這些朋友就是 你見不見到 普通上面的時間 經常問 不會問的 反正在這裡有問 普通電視或其他收音機 你不會問這件事的 你這裡有問 一看這件事 蛤 這麼多天都有資金流入 所有的朋友 真的要是你拿了貨 要是你有做功課 我真的服你的 你看看 上了市之後 就像一隻狗一樣 在這裡 你現在抽線圖 一下子就抽穿了 這些情況之中 是需要留意的 凡是一些上市的公司股票 六個月之後 需要留意 特別是他們上市之後 就跌下來 不是跌上去的 是跌下來的 這些應該有人在這裡 繼續吸納 這些我就對這些股票 是多一點鍾情的 因為這些叫適於微視 就不要沾別人的 是珠光寶氣 別人在珠光寶氣 開到燦爛就會死掉了 酒席延寒 敬酒都還不散 這些是怎樣的 這些就是還在廚房裡打的 還在做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日線圖上面 幾好 突穿了上去 那要看看 它會不會回回來 回回來 可能是怎樣 Upper Bank上面 是13.4 我又不會覺得它 落到13.4 落到13.6 即是給人家多一兩毛錢 是不是 現在落回來之後 試回來之後 然後再上去 它也可以就這樣上去 為什麼呢 它已經落了這麼久 又有一隻叫康基醫療 那個價格也是差不多的 跟剛才說的 康基醫療是差不多的 不過我們看看 資金流入 康基醫療和海埔稅 的資金流入 是不是有些不同 你一看就知道 你應該會選哪一隻 是不是 好了 好了 在這裡康基醫療 很簡單 開始資金流入 又不是那麼多 所以人家的升幅又不是那麼多 不過 都有一件事 它上上升 那是不是 下個星期才會動 來了呢 因為今天下午來了 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 總之大家就留意一下 如果你真的 如果它升穿了 這個中族 就吸納一下 給一點點 反正今天沒有什麼好買 如果你真的要賭性重 就跟一下 上面看的什麼 15 17 好了 今天要推介的 叫做新鴻基地產 其實這隻股票 我以前也推介過 12月的時候也推介過 不過 推介是不力 上了之後 一會兒 還沒到位 跌下來 止蝕了 當時止蝕的位 就106元 我記得是這樣 好了 現在今時今日 就不是了 已經112元 如果當時不止蝕的話 就已經升了上 這個周線圖 為什麼會買新鴻基地產呢 其實不單止是新鴻基地產的 你找到長石油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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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地也好 信志也好 所有這些地產股 你不升不升 今年它賣樓成績 不錯的 為什麼不錯 其實很簡單 有些人會問 哇 有人賣樓了 全世界最貴 全亞洲區最貴 十萬多元一尺 唉 十萬多元一尺 你說來做什麼 關你什麼事 人家那裡 只是給管理費 一個月都要三萬多元 不要聽 我不怕看少大家 很多時候 你現在租的地方 都未必有三萬元租金 是不是 三萬元租金 已經租了很多東西 人家只管理費都要三萬元 你想想 根本都是一個天堂 和一個繁奸的東西 不要理人家 不過 我們要看 為什麽這些豪宅賣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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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間有幾億元 幾億元又怎麽呢 如果我拿著那些新科網股 由去年九月拿到現在的話 那些富豪計算一下 扔一億下去的 現在它賺多少 你會認為香港 有一億元的股票portfolio的人 有多少呢 當然很多 不過當然不多過 只有一兩萬元去投資的人 是吧 我們這些窮人的 怎麽會這樣怎麽都可以做得到的 人家那些拿著的時鐘 豈能賺到這麽多錢 賺到這麽多錢 怎麽呢 今年你有一件事很過癮的 第一 你又不可以包心赤土 除非你請家廚回來 因為酒樓工作 當然了 你可以已經請人到會 第二 你又不可以去旅行買包包 不可以去 真的2020年是沒有錢好花的 你又賺到錢 股票又賺到錢 頂窿你就買一輛車 是不是 買一輛車花多少錢 幾百萬而已 那唯一件事是怎樣 那換一間樓 買一間樓 不好啊 上市之後那些上市公司主要怎樣 買樓 不好啊 是不是 所以在這一點裏面來說 我們希望找得到 新樓的銷售 是應該不足的 為什麽要新樓 我新發財啊 我當然要住新樓 還住舊樓嗎 是不是 在這一點裏面 所以為什麽 我們會看 今年的地產股 不可以提銷 應該是有一定的東西 他們能捐到的價錢 他們現在看回頭 可能很慎笨 很慎笨的是什麽呢 就是去年沒有捐到的價錢 還要和這個同市價而出貨 那我自己覺得就是 開始這件事情 沒有什麼不同了 那當然啦 那我也經常講的 去到那個股市 所以我今年看 2月和3月 有少少是回調的 那回調多少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可以放著去打橫行 來消化都可以的 那不過呢 整完之後 應該又會再去回 那新樓基地產 不要說了 上來這裏 那很簡單啦 那這裏上去 下回來 中軸 它這裏不碰中軸 就上去 那不碰中軸 就上去 通常 是會強一點點的後市 那是不是這樣呢 看看吧 是不是 那現在來到這裏 就這樣了 那就彈了上去 彈了上去之後 再跟著彈 那很緊要啊 雙樓基地產 這裏再跟著這裏 要怎樣彈呢 要彈穿過14這裏 彈穿14之後 就過120 等等 那這裏 那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你看看這裏 這個是不是一個圓底呢 那這裏是不是一個頸線呢 過了下來之後 量度升幅 量度量度 那很簡單 就上去啦 那今天 禮拜五 講到這裏好了 那這裏以前推介過 會票的紀錄 那大家去看看 那再跟著就是 這些是以前 就是曾經答過 觀眾的問題 答過的問題 那些是等10天起途的 那這個之後 那些就取消了 那這個大家也可以對比一下 多謝大家 那這裏 都奢獻的 都可以到處動 那這裏